为了推广台湾特色农产品行销新鲜优质的蔬果 农粮署特别跟国道高速公路服务区合作 定点设置稻农市集摊位 选在周休二日人潮最多的时候 提供场地让在地小农摆摊 直接销售台湾新鲜优质的蔬菜水果 农粮署希望透过这样的行销活动 帮助在地小农把农产品推广出去 农产署办这个最大的到农市集 大概从104年就开始办 那我们其实是希望在大家南来北往的这个过程里面 在休息的过程就可以买到最好的农产品 那这里为了让大家能够安全安心 所以这里的产品都是可以溯源的 而且也都经过安全检测 所以让大家可以买到最好的台湾最好的农产品 其实服务区我们现在服务区 他讲的是一服务区一特色 所以最主要的话跟在地融合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 那刚好我们也需要就是有这些农友来这里就是做销售 提供这些新鲜的农产品给用户人来选购 那农粮署这边很帮忙 就是说帮我们媒合的就是这些服务区在地的这些农友 到我们服务区里面来销售 农粮署表示在高速公路服务区的稻农市集 展示的都是当季最新鲜味美最安全卫生的蔬果 像谷坑服务区的十多个摊位当中 就有茂骨干小番茄 枣子柿子还有葡萄柠檬 番石榴等还能现场免费试吃品尝 另外还有茶叶香菇豆浆等加工产品 走一趟稻农市集比逛菜市场还过瘾 我今天很棒很新鲜 那我们是自己的国产我们应该要多支持 过年的时候然后这边的休息站 然后都弄得还不错 大家可以休息然后可以逛逛这样 我们这个是安全的蔬果 甜度酸甜比是最好的 今年的气候很好所以说产量 像我们这个高品质的水果有点供不应求 甜度比外面的甜很多 让消费者吃的口感就是要吃皮薄多汁的那种番茄 在周末假期当中交通部长林佳龙也特别来到高速公路服务区视察 顺便走访稻农市集林佳龙亲切的跟民众问好也十分肯定农粮署的用心 除了可以增加服务区的功能之外也促进台湾农业的发展 拼经济啦让庶民经济也可以因为交流到休息站人潮多 那听说这十年来它的业绩一直增加 尤其到去年已经高达四五千万元 这个是我想对于这些农民或者是这些业者来讲 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这个市场 除了举办到农市集之外 农粮署从二月十五号到五月十五号 也将启动中高品质的农产品外销 以小包装设计外销北美加拿大亚洲新加坡香港等市场 过年期间开车上高速公路 不妨利用一点时间到高速公路休息站 逛逛到农市集购买国产优质的农产品 送礼自用过好年 记者陈文旭 肖又金 云林报导 大农市集账账账